大虎队也遇到了重重的阻力 为什么这只老虎还有人支持 一直打不掉 其实这主要的原因是 有一个大咖在幕后一直默默的支持他 大家好,我是哥德小南 三权两腿成立的大虎队 以反对欺凌弱小,反对大甲权 净化抖音50为己任的正能量组织 首选目标就是要大一虎 可是却遇到重重阻力 打不掉这只老虎 足不知背后有一位重量级大咖 在默默支持他 大虎队成立之后引起了抖音50的热议 很多50高手直接行动起来 要一起讨伐一虎 就在一虎似单力薄之时 一向讨厌他的吊打直接站了出来 全力支持一虎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 啊 拥护你,维护你的 没别的意思 我给他们有仇吗?没仇啊 现在那个队里面啊 除了柳欣啊,柳欣我估计应该不会 除了柳欣,别的一帮人啊 那帮人什么口水,什么刺客,什么光头,什么郑道玉 我告诉你,很简单 他现在是打虎队的人 你过去给他上一个火箭 上一个什么飞机啊 什么滑子 他立马就能反过来站队你这边 去骂三千两腿 你信不信,就这么简单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 拥护你,维护你的 三千两腿竟然直接策反一龙 让他也一块加入 不过一龙并没有表态 保持中立 可是,要是打他兄弟一虎就是不行 不管一虎做得对还是错 一龙可以说,可以打,可以骂 别人没有权利指手画脚 更要用自己的能力 让三千两腿给一虎道歉 我告诉你啊 你挑拨离间 侮辱所有人 你侮辱一虎 你最不可恕 今天晚上 我把你打出原形来 堆下头来 叫爸爸 这件事还没处理完 大虎队迎来了一位最强对手 有足,溃兽输机 点名道姓 要揍大虎队的扛马子,郑造玉 私家中的 藏三赵子龙 暴露了 藏三赵子龙 对啊,藏三赵子龙 赵子龙的后人 就是陈老师,我现在憋得一股劲 我现在跟困兽似的 我就想出战吧 我特别支持一虎 就是 中国这个传统美德呢 必须 以这个 咱们的一个佛家东西来体现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从小我也诵经 六六四五 一虎没想到 把这本来是给你憋的后装 结果今天暴露了 然后呢 这边也是很多时候都是陈老师 特别提醒我,相忠我 然后呢 这边的话 我也特别感谢陈老师 包括昨天发的一些视频啊 包括爱特我啦 爱特王赛啦 爱特一虎啦 然后这边的英雄会 然后呢 就是我呢 真的就是 就是我如果是个千里马的话 就是伯乐其实挺难寻的 到现在也是一样的 这边的话 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憋着一股劲 就是说 陈老师让我打谁 我现在就打谁 我就干谁 打虎队刚刚成立 就遇到重重阻碍 这让三拳两腿有些防目胜防 殊不知 一虎背后有一位神秘的大耳机内幕 在背后默默支持他 格斗大王直接爆出内幕 以三拳两腿为主的打虎队 那么提出的口号是反对恶意炒作 反对打假拳 这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打虎队也遇到了重重的阻力 为什么这只老虎还有人支持 一直打不掉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有一个大咖在幕后 一直默默的支持他 因为王赛在抖音武林 也是有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包括他的人设 大家也都知道 非常正能量 所以连这样一个拥有正能量 有影响力的人都在支持这只恶虎 所以说打虎的工作 迟迟的无法去顺利开展 现在三拳两腿的打虎队 和一虎的正义来盟 双方的实力不分上下 路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我感觉三拳两腿要想在气势上压倒一虎 难上加难 各位大佬更看上谁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